吉安湘一名理性女子 平日因为有上班需求 只能将一岁多的小孩 送托给县府社会处媒介的保姆 但孩子却经常莫名其妙地出现伤痕 直到近期脸颊欲青 问了保姆才知道 竟然是保姆的先生动手施暴 而目前这名保姆已经暂时停脱 等待处置 他的先生也被依儿少法 及刑法伤害罪含送侦办 小男童玩得开心不停传来笑声 母亲也把握亲子相处时光 共享天伦乐 但男童脸上的红肿伤势 却让男童心里蒙上一层阴影 他没遇过 弟弟没遇过 妈妈也没有遇过 一张张照片都是母亲心里的痛 单亲抚养孩子 因为要工作 所以透过花莲县政府社会处的媒介 找来花莲吉安湘的一位保姆 来照顾宝贝儿子 112年3月开始托育 中间多次发现 男童身上有伤 保姆都是先道歉 推说是孩子玩耍推挤 或是走路不小心撞到 直到年底 孩子的行为举止变得奇怪 半夜常常哭闹 而且脸部还发现 大片瘀青伤痕 这才惊觉 状况不对 孩子被带往医院验伤 发现颜面骨折 赶紧向警方报案 并且提高 全案检据相关市政后 依涉嫌违反 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及刑法伤害罪 寒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还在做整个行政作业程序中 那目前大概 在等 确定结果以后 我们会对该保姆 做出依法的一个处置 那目前先以暂时停脱 这个保姆的收脱业务 目前花莲县社会处 已经收到通报 也启动了紧急事件程序 安排孩童转介安置 警方也通知保姆夫妻 前往警局说明 厘清事情真相 但对孩子恐怕已经造成 不可抹灭的伤痛 记者最后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